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要看单元音里面一个小小的概念 就是有关误差的部分 那生活上其实误差一直存在 比如说我们在量测一个东西 你不可能是量测的非常准确的 那你在说一个数的时候 你也常会说大约数 甚至你在按计算器的时候 你知道计算器如果你就按它 它没有办法整除的时候 它秀出来的那个位数有限 它不可能完全秀出来 甚至连包括它秀出来的最后一位 如果不能整除的话 它是完整呈现出那个位数 还是会试索 我问你哪里的计算器按着试试看 所以就告诉你说 你看到的数值 其实不一定都是真的数值 那所以一直都会存在着误差 也就是说误差其实是一直与我们同在的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要认识一下 我们常会把这个误差一个范围把它找出来 所以误差的表示法也有一些特定的格式 所以我们这一个影片称为误差的范围 比如说我们就拿自然间里面我们常讲 光速是多少呢 两亿九千九百七十九万 都得点点点 对不对 二四 二九九 或者说你二九九七九二四五八 每秒这么多公式 可是你很少听到人家这样讲的嘛 因为那个位数这么多 那个数值那么大 我们是不是就讲一个大概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只要 觉得位数前面最终的四位是比较有用的 所以我们所谓称 取四位有效数字 那我呈现出来的就会是二九九八零零零零 对不对 每秒公尺 那这样还是后面好多个零 我刚念了几个零 就是我们有少念或多念 也不确定 所以我们通常我们就用科学校来表示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把它表示成 二点九九八乘上十的四次方 对不对 那甚至你其实 你也不常听到说我们讲光速是这样 我们最常听到的可能就是 我们四位有效数字可能还太多 我们可以取三位就好了 如果取三位 就是三点零零乘十的八次方 像这样的话就是三位有效数字 可是应该最常听到的是 我们会直接讲三乘上十的八次方 对不对 那其实如果你讲的是三乘十的八次方 就代表你只取一位有效数字 刚刚从四位变成三位的时候要注意 二点九九八 你要变成三位有效数字 我们其实是用四十五入 可是你看你一四十五入上来的时候 就进位了就变成三点零零 所以我讲我取三位有效数字 如果跟真正的那个二九九七 二九九七九二四五八来比的话 其实坦白讲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的那个后面第二位跟第三位 其实跟真正的指也不一样 因为我可能会有进位的情形 所以你要知道所谓有效数字 它是会从后面它其实会有四十五入进位 所以不要以为说那个数字就是完全一样的 好来 那除了我们这样的有效数字会跟这种 跟科学技术结合之外 我们刚刚提到你刚刚在变成有效数字 它可能某一包饼干的产品标示重量 一百公克加减五 那加减五的意涵就在告诉你什么 它就是误差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产品的实际重量是W的话 那我的那个一百跟这个W的差量 就是我们的那个误差不会超过五 所以用数学的符号来表示 就是W减掉一百的绝对值小一等五 这个就是一个误差的表示法 好来 不过一看难懂 我们拿一个生活上的问题来 来加深你们的理解 来我们看这个立体一 好 这是一个实际问题 天文管真的有一个体重器 你可以上去量的时候呢 可以同时呈现出地球跟木星上的重量 好 那我们知道 好来 一个人在一个星球的重量 是跟那个星球的重力交速度有关 对不对 然后我们大家知道 地球的平均重量交速度是9.8 这一道问题 它想要问你说 木星上的平均重量交速度是多少 你可能大概也会记得 木星上的平均重量交速度 好 可是不管 我们要根据题目上的语义来解读去运算 好 那它告诉你说 如果呢 这个体重器上你上去称 它称出来的那一个倍数 它直接要问倍数 木星跟地球的倍数 如果你可以去处计算出那个S倍的话 它又告诉你 我们的X的误差不超过K 一定会有误差嘛 对不对 那就是代表 你算出来的那一个X 跟真正的那个倍数 不会超过K 可是又告诉你 那个S减掉5.3的绝对值 小微等于K 那K就是 我们写上误差 就用这个绝对值表示 那它不就要告诉你说 你那个真正的值就是2.53吗 对不对 所以你量测出来的 K是减掉那真正值2.53的绝对值小微等于K K是误差它讲的啊 那我就知道真正的那个比值是2.53 我知道地球就可以来算木星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一道题我们的解 由绝对值2.5 减掉2.53小微等于K 我们就可以知道 真正的值就应该是2.53倍 那我们题目要求 木星的平均重力交速度嘛 那是不是就只要拿地球的 木星上的平均重力交速度 是不是要拿地球的9.8 乘上我们这一个2.53倍 就可以算出木星的这个重力交速度 好来 我们算出来是24.794 那注意题目 它说要取两位有效数字哦 说要取两位有效数字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要敬畏 对不对 所以它是有效数字写出来是25 好来 那再把这个概念再往下 这道问题来第二小题 来我们看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它说什么呢 如果一个家庭 他们同时爸爸妈妈 弟弟跟姐姐一直去使用这个棒秤 那分别它会告诉你说 地球的多少木星上的是多少 那对应刚刚上面那一道问题 它才告诉你那个误差 由他们四个来量测试 其实我们已经知道实际者2.53 那我们就知道如果你要写成那个误差的话 按照他们家里这四个人来讲 我那个误差K至早要是多少 对不对 那显而易见的我们就应该把他们这四个 跟那5.53的误差把它算出来啊 所以我们知道先去看 先去算一下每一个人 他在木星上的重量跟地球上的重量的倍数是多少 所以每一个人都去除一除 像弟弟呢是50除以20 50除以20不难除嘛 就是2.5倍 所以它的X就是2.5 那幻姐姐呢 是不是102除以40是2.55倍 妈妈2.54倍 爸爸2.525倍 那分别这样求出来这个倍数之后呢 按照我们的解读 真正的是不是2.53 所以我就可以去算出 每一个人的误差是多少 所以2.53跟2.5 所以2.53减掉2.53哦 是减哦 所以是不是就0.03 往下2.55减掉2.53 是不是就0.2 再过来是不是就会变成0.01 我们负的0.05 我们本来误差就有正负嘛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算出来呢 是不是在告诉你说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四个人的一个误差 那题目要问你说那个K 你这四个人都满足那个式子的话 我K至少要多少 才会让他们四个都满足 所以最少要取多少呢 有我们这一个式子 好来 我们知道他小等于K 所以重关键这个K要多少 比较一下 这一个家庭四个里面 他们误差最大的 其实应该是弟弟 0.03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0.03 我们就可以推测出来 你K至少是不是就要0.03 那当你的K至少要0.03 这一道题目呢 因为我们习惯都用科学就要表示嘛 而且刚前提说两位有效数字 所以我们就把0.03表示成3.0 乘上10的负2 所以我们的选项 这题选项的答案就是C 这样简单的有效位数 结合上我们的误差表示法 你清楚了吗 不要忘记继续学习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